杨总 有人打我 谁 就今天来谈合作的那家公司 谈不合伙人的包不见了 非说是我偷的 我解释了他也不听 还打我一巴掌 你就是杨总 咱们家的员工呀 偷鸡摸狗的 我没有 就是你 行了 公司有监控 看完就知道了 如果真的是我的员工做的 这个项目 我愿意让你五个点 但是如果不是 请你向他道歉 看就看 你看 这是你的包对吧 是跟你一起的人拿走的 不是我员工拿的 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 喂 是你拿了我的包吗 你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呀 行了 我先挂了啊 那个包也找到了 我就先走了啊 站住 干嘛 我的人被你冤枉 还白白按了你的打 你直接就想走啊 至少得有个态度吧 你给我员工道歉 我没听错吧 我来你们公司谈两百万的单子 你让我给他道歉 我不管你是来干嘛的 做错了事就要道歉 这么简单的道理 小孩子都懂 你不明白吗 我劝你做事情之前考虑清楚后果 别把事情搞得太难堪 到时候我反悔不签合同 你们这垃圾产品卖不出去 我就不信 你还敢这样跟我说话 这么好的东西 我压根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来谈合作的老板 其实 你 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道歉 你 我 我这个身份 让我给一个臭打光的道歉 他在哪根葱呀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人品财分三六九等 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 你跟我谈什么身份呢 做错事了冤枉了别人 你就得道歉 你现在立刻 给我的员工道歉 不可能 我不会道歉 行 等会通知业务部 他们公司单子 一律不许接 现在 给我扇回去 好的杨总 你 你们 你们真敢打我 有什么不敢的 你问问大家 我打得好不好 好